把红萝卜和烤鸡用油爆一下 把煮好的面条倒进去 在里面加蜂蜜 快菜面调料和沙拉酱 搅拌均匀之后 再在上面铺一层起司 焖煮片刻即可食用 这次的面条下面是脆脆的 上面是软软的起司 很有特色 下面脆的原因可能是 这一次下面放了一些油 在水煮干之后 焖煮的过程中 油就会把下面的表层慢慢的爆香 形成一层像锅贴一样的物质 这一层脆皮有的是胡萝卜的脆皮 有的是鸡肉的脆皮 还有的是快菜面的脆皮 每一种不同的脆皮都有不同的味道 实际上原本看上去是很焦的 但是吃到嘴里确实味道很不错 所以零这一次真的舍不得丢掉很多 基本大部分脆皮都被零吃光了 面条本身的味道也非常特别 起司香还有蜂蜜的清晰的口感 胡萝卜的甜甜的感觉 混合在一起 真的很不错 虽然这样有些焦的脆皮 味道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为了健康起见 还是少吃为妙 不过有时候就是忍不住 忍不住就吃完 诊质 词 词